老师兄和我的姻缘始于1998年 当时他因为没有与佛陀师父的联络人 我接触上了他 因为时间久远 我真的记不得具体的缘由到底是什么 但未满其愿 陪同他在深圳拜见到佛陀师父 从那时起我们就时常联系 成了老师兄唯一的联络人 1999年佛陀师父来美国后 以借古西之年的老师兄 曾速度来美亲业佛陀师父 他念念不忘想为佛陀师父 弘法历生的事情来尽力 1999年老师兄带着他 美国公司地产资深的员工Richard 陪同佛陀师父去一个旧金山 进出的一个海军基地 里面有200多栋大型的建筑 基地其中的一小部分 有一座飞机场 整个基地大约有2000多英亩 海军撤走了 地就捐给了政府 老师兄绝对买下来 供养佛陀师父 佛陀师父坚决的拒绝了 这份供养 我和当时基金会的会长张天佑 在旁边再三劝佛陀师父 佛陀师父严厉的克斥了我们 说道学佛修行 怎能有半分的贪心呢 更何况你就是请人来清理这些草地的费用 每个月都给不起这笔费用的 张天佑说老师兄会出这份除钱的 除草的钱的 佛陀师父更严厉的说 由此贪酌之心 怎么解脱 怎么单挑如来何弹 利益众生呢 后来老师兄见佛陀师父不收 难过的说 现在有这个机会难得 以后不会再有这种机会了 买下这块地的钱 要师父不要担心 他会办理的 还说在海边有些污染 他也会处理的 佛陀师父借口基地太大而拒绝了 老师兄又去找了一个小的地 在基督金山的Richmond 37英亩的地 我和张天佑陪同佛陀师父 佛陀师父不愿意去 经劝说我勉强去了 Richard也一同去的 可是到了Richmond三下 佛陀师父不下车 不看地 是我亲自劝说 老师兄这么大年纪了 请佛陀师父就是不接受供养的地 也务必请下车看一下吧 佛陀师父才下车看地 我们就看到这块地有很多的裂口 还蛮深的 那么老师兄说 这不要紧的 你看对面那个印度庙子 哎呀盖的现在 也是同样有裂口的地 可是现在盖的多漂亮啊 千万别错过这块地了 以后这块地会涨很多倍的架的 这下面又是街道 非常热闹的 佛陀师父借用这块地有裂口 照样的拒绝了 我们请示佛陀师父 为什么要拒绝呢 佛陀师父说 这块地在中国的话相当于201亩那么大 你要把它修起来要花多少资金呢 我们没有这个彩礼来修这样的庙子 还得老师兄出钱来修 还要多少钱要填进去啊 我们何功何德 怎能让他来承担呢 看来老师兄他是一定要买下来的 你们千万要转告老师兄啊 务必阻挡住他 佛陀师父说了这个地 裂口不吉祥不能建庙 佛陀师父就借地有裂口拒绝了 然后老师兄实在没有办法 又带佛陀师父去欧克兰 看几栋建筑物 其中有一栋七层楼的大楼 面积六万五千平方尺 西班牙式的建筑物 我们进去参观也看了 非常的好 佛陀师父认为老师兄花费过大资金 照样的拒绝了 谢谢 谢谢